和老公毁龙春花五万买了一个这样的豪宅 二楼原来长这样 经过我和老公的清洗打扫 他现在长这样 是不是干净多了 前两天把屋顶天花板钉了一半 还剩下一半 今天把这一半屋顶和两边的墙全部弄好 这一面墙要全部钉好龙骨 用木板包起来 还好有咎咎的朋友来帮忙 不然真的搞不定 钉不够输入 这下不够 这下不够绝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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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该去想往前走 为什么 人要这么多水落落 请你大概 只能管多少人 为生命在努力勇敢的走下去吗 我们是不是该贴走 晨曦你一起做成没有拥有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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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 怎么赶脚好像短了一点吧 不过没事还要铁木地吧 这房间中间有根横梁 很爱事 有个小缝缝把他补上 这爱事的横梁真想把他拒来 燕工兄弟也到位 这一面墙要凉水平 这一面墙要凉水平 这根横梁怎么看都碍事 显得房间不通透 还是决定把这爱事的横梁拒掉 横梁剧调一下子显得房间大了很多 当时知道像个人继续奔跑 当时够的梦不知道 不要不让一把装在这里 想见到你们要永远的一套 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小米没在家 铁牛都好不了 小米还在医院抗腹肿 还在挂钓瓶 能自己吃点东西来 这位大哥说要在这里给我做一个长宝箱 于是他开启了沉浸室干活 我倒是挺期待他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长宝箱给我 这个墙上有一个老鼠洞 我去调点水泥把它堵上 只要在心里最近厉害就会被烟了 再睡 就会被鳄瓶定的派了 急需要多小呢 我靠我的大富翼 只得把我死一 вли 在爽 Essa La. 坏成路上见不关心醉 天生在路上见不 bem性摔 彭梁聚调是不是通透多了 这个位置做一个手拿柜 这大哥给我做了这么大一个长宝箱 担心我手够不到 还给我做了一个推拉式抽屉 真的是用心了 最后一块木板完成 天都黑了 这几天辛苦朋友们的帮忙 这是盯完木板的样子 还有窗户没有包 和老公从城市回到农村 一天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 早上五点我们就起床了 菊菊打扫院子里的卫生 虽然院子还没弄好 菊菊还是亲手种了很多花草 这算不算实现了修理种花的田园梦 我们种了很多萝卜青菜 豆苗也长得不错 不过确实这个土质不行 不知道怎么改善 谁家有积分卖一点给我 菊菊种的林霄花也开了 玫瑰花也开得很漂亮 上一次撒的花种子也全部长出来了 菊菊收拾院子的时候 我就开始做早餐 做一个他最爱吃的鸡蛋饼 既健康又营养美味 松松软软的配上稀饭完美 吃完早饭我们就把两体卫生做一下 有人说这个莲子像那啥 确实农村不适合这种白沙莲 所以菊菊今天把它换了 这样子是不是顺眼多了 菊菊昨天把大厅的天花板定好了 今天要把这个门用木板包一下 菊菊自从改造了房子 什么都不会不懂 然后边学边做边做边学 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很多人说这个板的后面会成为老鼠窝 现在又不是清朝 我们生活在现代化社会高科技时代 还没办法治老鼠吗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屈鼠生气 应该就可以很好地解决有老鼠的问题 有些东西我们要怀旧 有些东西我们要与时俱进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不是一味的埋怨就能解决问题 是吧 妳知道 esos这些调语没能量 就是 采取 这些调识 这种明法就是 的人 在这件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晚上我们赶来医院接小米回家 看着小家伙状态还不错 不容易啊 在医院几天都跟医生混得很熟了 满满的一大落检查报告 医生跟我们说了一些注意事项 又回到了我们的蘑菇屋 这就是我们回农村一天的生活 喜欢看我们田园生活的 记得点赞关注哟 回家了 拜拜 感谢观看